大家好,我是阿海 现在云南西郡 既离17一公里的地方找到农家小宴 是三层的楼房 车可以开到院子里面 刚好这边是主路 前面这栋房子 门口也可以停车 院子里面也可以停两部车的 看这个房子的外观 院子也挺大 一道大门 房子一共有三层 三层没装修 只有一层跟二层是装修的 这边是路 这边是新村 看这边路是蛮宽的 这个路边也可以停车 这边到市企 小坡社会站 只有几公里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院子 到底怎么样吧 这是房东 大门开了 看看这个院子 这个院子右手边 是种了些花 种了些树 这棵树长得特别漂亮 然后这边就是燕子情况 有60多坪 这边还有一个水井 这边是之前的一个养殖房 上面是有太阳能的 房子看一下外观 我们从右手边看过来 这边是卫生间 可以洗澡间 是蹲的 有个洗衣机 比较旧的 洗衣台镜子都有 这边他喜欢种花种菜 如果时间长 他没住人 房子需要收拾 房子做装修 还有很多建筑材料 房子做不用的东西 放到三楼 三楼因为他没装修 就可以放杂物 这边是一个水井 看一下 这水应该很旺 看水也蛮清的 水井也可以用的 这边有个小平台 但是没有楼梯上去 看这个花是一种风景 上面太开花了 大铁门一打开 院子里面停个两个车 三个车也进来下 看看这边 这边是造访 从这道木门进来 木门进来一楼就是一个客厅 有四个卧室 有沙发 有个电视柜 那边有一间 这里有一间了 然后这边也有一间 这边门锁着打不开 没找到钥匙 下面是贴了瓷砖的 有点沙发 可以放一张床 那边也是个麻将桌 好像是坏掉了 现在往这边 楼梯下面也是放杂物 杂物间了 现在上楼梯 右手边上来 这边就是一个客厅 长长的 房子墙很干净 你没看到哪里都有 左手边过来 这边是一个卧室 有一张床 是一米二的 一小个柜子 有个桌子在这里 每间房子 能得采光都挺好 往这边看过来 就是卧室大一点 一张一米二的床 这个房间可以放 两张一米五的床 都放在上 往这边看过来 这间房子是 房东他女儿结婚的 之前用的婚房 有一张一米八的床 和结婚照还在墙上 这边是衣柜 这个衣柜跟这个一米八的床 还有这个茶几 梳妆镜他也搬走 他会留一张这种床在里面 也是一米五的床在里面 他可以用的 在房子呢 就可以看到前面 这里院子的情况 这边是一个小个平台 好 往这边 这边二楼呢 他有一点沙发在这里 采光挺好的 这边是一张 一米二的木头床 有个衣柜 还有个书桌在这里 现在看三楼嘛 三楼看完看阳台 三楼这边它是没有装修 到时候它下面那些杂物 它可以放到三楼这里 可以放杂物当杂物间嘛 现在我们看楼顶 这是楼顶出来 看左手边 它堆了一些红砖 这个阳台呢 面积也比较大 前后左右 中边的是灵地呢 前面就是市区 不远的 这边有个新华塔 下面就可以看到燕子前面 那是路边 现在云南七景出街 之前这栋小四河宴 租了一段时间 往又退出来 现在我们看看房子呢 整栋八千一年 如果只用二楼的是七天 门前呢可以停车 周边的环境比较好 到市区有四公里 菜市场去快递呢 也是三四公里 往这边有铁门进来 这边是里面 有水泥电化铁的 下面的房子呢 房东堆的杂物比较旧 这是二层的房子呢 可以住 又有床 又有家具的 还有房子的右手边 这边是卫生间 加洗澡间 洗衣机 洗手台 有个蹲便的 有个马桶的 这边是比较老式的 那个按摩液缸 洗澡是用这个热水器的 这房子呢 这边是一个套间 这里一个单间 那边一个套间 从这边就可以到二楼 这是烟子里面 种一点叶子花 这个里面的房东 它是堆着很多杂物 我们看一下房子 杂物比较多 房东堂是这个房子 如果要租一流的话 它把一层的房子 全部收拾好了 也可以用 这边是一个小柜子 之前一个老的厨房 老的灶台在这里 你可以在这里做饭 这边还有一间 这边过来呢 就是一些老的家计在这里 像一些门窗啊 它那个凳子蛮好的 房东堂一用的话 你可以拿出来 给租客用 从房子侧面这边呢 出来 这边就是路边 从这边到出去 有四公里 到租街赶机买菜 也比较近 附近就几百米 有个大的公园 这是旁边的环境 都挺好的 泪一盎然了 这些凳子都看着 都是还可以 都可以用的 这是房东堆着着物 一层的房子都是堆满了 现在楼梯来到二楼 这边就是一个 小四合宴这种形式 下面就是宴子里 那边是正门 看看房间 找到铁门进来 这边是一个小客厅 有沙发 再来还有电视柜 电视 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侧边的路边 风景 环境比较好 都是这边有油的 这间呢 这是卧室 有个床的柜 衣柜 还有个小沙发 这个床是1.5米的 席梦是垫子 窗帘都有 从这边可以上阳台上面 这间卧室 也是一点床 家计 家计啊 在里面 之前有一张 一名二的那种高地床 已经被搬走了 可以做一个书房啊 或者来的亲戚朋友啊 可以住在这间 当卧室一起 它电表是在那里 后面也加了个电表 这间呢 这是一个客厅 石墓的家计 就是年代一年久 这边有个柜子 这边还有电视 也有一个 这个房子 可以住两家人的 这边过来也是个卧室 老的缝纫机 一个床 有点旧 而这边也是个 年代管的柜子 还有一个镜子 在门后面 现在我们看一下楼顶 房子住来 还是比较安静的 只是需要打扫一下 卧室 也比较清爽 上来楼顶 这边是一间杂物房 要吃 杂物房 它堆了很多沙发 家计啊 两边是通透的 这个房子 从这边是朝南边的 这边还有一间 也是堆杂物的 这个过来 就是这个阳台 路台 这个路台是 重新做过这个防水 看看房子侧边 房子侧边远处 前世荷花 种了一些胶白 类一样人 旁边这块菜地 是房东家 房东说 有租客用的话 这边画一片 给租客用菜地 也可以 这边的环境比较好 从这边过去 几百米 是南盘江 可以钓頤 附近呢 600米一个公园 看一下这个四头燕 燕子即使这种情况 简单的收拾呢 也可以入住 到市区还近 在这里可以看到 整个旗舰的市区 市中心那边 也可以看得到 也是几公里啊 请不吝点赞看 于是